小米良心变焦双摄正6GB正64GB,外观好看,价格依然实惠。 昨天一个读者发来私信,我顿时感到很兴奋,因为什么?做了这么久的数码手机专栏,终于有读者相信我询问我一些东西了, 但是这个读者让我突然觉得好无奈,因为什么?竟然把定位于旗舰手机档次来作为备用手机需求,这真的是很有资金,说实话也是手机爱好者的福音了, 通过这个私信纠正了我对需求的理解,以后再和大家聊手机的手机会更多远话想想还有什么额外的需求, 不过前面我基本以行业广泛需求为主来谈论手机的,话不多说进入正题吧, 这个读者问的就是华为Nova 31和小米Note 3的选择性问题。 读者私信截图,如下所示, 备用机,建议选择老手机且性能趋于全面一些为主。 其实如何合理选择自己最适合备用机,这很多用户折腾很久都无法摸索出来的套路, 我个人觉得一般来说备用真的没必要太贵,但是备用机一定要性能流畅性, 因而华为Nova 31虽然各方面还可以,但是根据这个读者的玩机需求来看,得出并不适合, 因为该机主要是外观为主,定位于时尚和拍摄于一体的层面, 相对于此时小米Note 3就变得很良心了,拥有外观的绚丽特点, 而且其品牌更对位于稍微玩玩游戏的用户, 当然假如你对于外观在乎更多一些建议还是选择华为Nova 31, 因为小米Note 3相对于比较低调一些, 总之看每个人的需求决定,不过另外一个层面, 假如你想有全面屏体验的冲动,那么则选华为, 记得昨天有个读者评了我们看手机的时候, 有谁会在意全面屏等问题,他确实是站在实用角度思考。 小米拍摄效果还可以的的手机,非全面屏。 其实小米Note 3除了外观的绚丽程度没有华为Nova 31, 暂且不提全面屏,其他都相对于还可以吧, 毕竟它是曾经小米6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之一, 拥有外观四驱面玻璃通体被金属材质包裹住, 手感温润适合于长时间玩机的用户, 处理器采用高通660, 这里还有要注意的就是华为Nova 3e主打式风景人像自拍为主的效果, 在美颜功能很高, 而小米Note 3虽然也有其AI算法解配和算法美颜,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被迷惑, 因为它主要和核心还是在风景成像上, 因为四轴光学防抖和广角端的拍摄, 用官方的说法小米Note 3的广角风景拍摄比小米6效果还要好一些, 总之购机之前先看需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